加州州長紐森近日宣布 Bakersfield警察局與加州公路場景CHP聯合行動 在過去四個月中共追回了338部被盜汽車 並逮捕了677名嫌疑人 此前紐森宣布CHP與Bakersfield警察局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 擴大針對汽車盜竊和有組織零售犯罪的執法行動 去年Bakersfield警察局從州政府獲得620萬元的撥款 用於打擊有組織零售盜竊、車輛盜竊和貨物盜竊 此外 自今年1月以來CHP又組織零售犯罪專案組 在全州範圍內已開展220項調查 共追回了185,500件總價值約420萬元的被盜商品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